这我的世界可真的好玩 哥哥哥哥 怎么了 妹妹 给我五块钱 我要去买辣条 哥给你十块 能别打扰我玩游戏吗 哇 哥哥 你太好了 那我回来也给你带一包 去吧去吧 我继续玩游戏了 哥哥哥哥 又怎么了 妹妹 外面下雨了 我有点怕 你能跟我一起去吗 下雨 刚刚不还是带 那行 我跟你一起去 你戴上帽子 这样就不怕雨淋了 我戴上电脑 咱们出发吧 我真的是服了 就二点五米远 你都不敢去 人家怕怕吗 你这个胆小鬼 你去吧 我在这等你 我来啦 你可千万不要走哦 哥哥 放心吧 我就在这门口等你 那我去了 你等我回来 好 玩游戏去了 真是个大笨蛋 自己都不敢一个人出门 玩游戏等妹妹吧 老板 我要两包辣条 辣条 我这里卖完了 那旺仔奶牛呢 也没有了 那锡金烤鸭呢 也没有了 那你这里开什么商店啊 什么都没有 我仓库里面有个超好吃的东西 你要不要 要要要 快带我去 我只带了十块 够吗 用不完 根本用不完 就在这个房里面 你进去拿吧 在哪啊 没有啊 我没看到 小朋友 你家长没告诉你 不能相信陌生人的话吗 哈哈 又抓到一个这下发财了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爸爸妈妈哥哥救命啊 好想回家 嘿嘿 新鲜小姑娘的味道 你是谁啊 救我出去的吗 哈哈哈哈 小姑娘知道我是谁吗 好人 好久没听到这样的称呼了 我这次肯定下手轻一点 你打我干什么 你还在天真的以为我会放你出去吗 又解决一个 这些都是新鲜的美食 可以好久衣食无忧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妹妹怎么还没回来 过去看看是不是又悲 哎 这个人是谁啊 下雨了还不回家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我没看错吧 头颅 他走了 应该是模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还去看看妹妹在偷偷吃什么好吃的吧 妹妹 老板 我妹妹呢 没见 不可能啊 他给我说要来买辣条 来是来了 但是我们这里辣条卖完了 你给我这个做什么 你爸爸妈妈最爱吃这个 我是来找我妹妹的 我不是说了吗 我这里辣条没了 他去别的地方买了 你最好没在骗人 下这么大雨 妹妹能去哪里买辣条呢 难道去学校了 真是小吃货 喂了个辣条竟然跑这么远 等等 是刚刚那个人拿的模型 还挺逼真的 你还别说挺吓人 不过怎么放在这呢 附近也不见刚刚的人 他应该是不要了 那我带回去吓一下妹妹 让她偷偷吃好吃的不叫我 哼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了 我就回家等妹妹回来吧 儿子 我回来了 爸爸你下班了 妈妈呢 还有这个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你妈今晚加班 不回来了 这是我在路上捡到的一个小乞丐 这个模型是你的吧 我上次见你拿了 不是我的 这也是我捡的 我蹲了一天一夜都没人来拿 所以说我又放回了原地 怪不得你急匆匆的跑了 她是我在垃圾桶旁看到的 我看她可怜就把她收养了 小安你可不要看她是个小乞丐 以后就欺负她 不会的老爸 对了 你的妹妹呢 半天也不见他人 她去买辣条了 不过半天也不见他人 对了老爸这是对面商店老板让我给你的 哇 新鲜的猪肉 这次可以做十全大补汤了 小安饿了吧 我就去给你做饭 那我给你打下手 多么和谐有爱的一幕 为了庆祝多了一个弟弟奖励自己玩2.5小时游戏 你们一人一碗 这是什么味道啊 老爸你会不会做饭 闻到这十全大补汤 我都有点想吐 你没有感觉骂弟弟是不是特别恶心 不会啊 哥哥 我感觉这是美味 那你应该是没有吃过更好吃的 这都几点了 你妹怎么还没回来 她说去买辣条 我觉得应该是买来偷偷的自己吃了 你们说的是不是一个穿粉色衣服的小女孩 我好像在这边见到过 那她到底是不是在偷偷吃好吃的 不是 她被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拖着 拖着 流了好多血 可吓人了 不会的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下午的时候我就看到她从家里出来 但是我在等这个模型的主人 所以并没放在心上 好像就被埋在这里了 不 不可能我的女儿 小安快告诉我 这是不是真的 爸爸 这肯定不是妹妹 我看到这骨头还有血液都非常稀少 说不定是哪家的狗没了埋在这了 说的也是 那咱们回去等妹妹回来吧 老爸 你们先回去 我把这里埋上 晚安 爸爸哥哥 我睡了 他睡得好早 你想想 小乞丐晚上都没有什么娱乐方式 肯定要睡觉啊 你这个笨蛋 说的好像也是 不过妹妹怎么还没有回来 我就给她十块 她到底买了多少好吃的 到现在还没吃完 难道背着我藏私房钱了 真是小气鬼看她回来 我怎么收拾她 我今天尝到了十全大补汤 可真是太美味了 你居然都不想着给我带一碗 只有两碗 被我跟那个哥哥给分了 这么说你已经打入到他们内部了 没错 现在我需要新鲜的猪肉去获取他们的好感 你要干嘛 想对我下手 早给你准备好了 在隔壁笼子里 真不错 这次回来我给你带一碗 你要干嘛 吓我一跳 爸爸 明天还能给我做十全大补汤吗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饭 真是个小可怜 放心 明天让你吃个够 那我回去睡觉了 谢谢爸爸 儿子 妈妈回来了 是不是又偷玩了一晚上游戏 没有啊 妈妈 我今天起得早刚开始玩 哎 爸爸你怎么换了个衣服和发型 我不是收养了儿子吗 当然要剃头换新衣服庆祝了 你还挺讲究 你妹妹回来了吗 没有妈妈 当初遇害的可能就是 胡说什么呢 你妹妹肯定去同学家玩了 那我去看看妹妹回来了没有 哎 妈妈哭了她肯定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我要去报警 总要查个水落石出 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哎 爸妈你们干嘛呢 你弟弟最近肯定是累了 以前当小乞丐的时候肯定受了许多苦 那咱们对他好一点不就行了吗 您是我 妈妈 哎 乖儿子你想吃什么 那去做 算了小安给你钱 你带弟弟去买口鸡吃 烤鸡 妈妈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以后来咱们家就得吃香的喝辣的 走吧 弟弟 哥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先去买几包辣条 再一人一个烤鸡 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 咱们就去家对面的小卖铺吧 啊 哥哥 还是别了吧 我不喜欢吃辣条 而且辣条一点也不当饱 我这不是让你体验新鲜事物 咱们还是别浪费钱了 我带你去一家超市 以前我看这里面的食物都会流口水 你说的是对面的烤鸡店吗 是的 有个很新鲜的肉 我看这都快忍不住了 哈哈 很新鲜那也不能上去生肯啊 老板来一百块的烤鸡 老板呢 原来在这有点黑差点没看到 一百块三只自己拿吧 三只烤鸡四个人怎么分呢 哥哥我就不吃了 我看看就行了 那不行 你以前受了这么多苦 必须让你吃点好的 哇 好像哥哥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剩下这两只就给爸爸妈妈吃吧 他们工作这么辛苦 都把好的给我们了 哎 爸妈 你们在这干嘛呢 我新买了几只小鸡 但是不知道怎么养 养鸡 我会啊 妈妈 你就把种子交给我 以后鸡就交给我看守了 没看出来啊 你居然是养鸡的一把好手 我以前可是在养鸡场工作过 那以后还要麻烦你呢 乖儿子 不麻烦妈妈 这是我应该做的 来到 弟弟 我还有两个烤鸡 你想吃吗 想 我都流口水了 就不给你吃 我就诱惑你 你咋这么坏呢 哥哥 咬喝 你还敢揍我 看我的酱狗十八掌 爸妈 哥哥欺负我 小安 你干什么 你弟弟本来就可怜 你还要欺负他 没有啊 我只是跟我弟弟玩 你看你弟弟 脸都被打肿了 你还说在玩 你们要相信我 我真的是跟弟弟在玩 你还在撒谎 看我打你这个不孝子 咱们夫妻混合双打 爸爸妈妈 你们别打了 哥哥也不是故意的 小安看你弟弟多懂事 你整天惹是生非 你们都说我的不对是吧 那我走 我以后就不回来这个家了 你们也没有我这个儿子 你爱死哪死哪去 哎 我以为当来个弟弟是好事 没想到爸妈把对我的宠爱都给他了 这这么大我能去哪呢 我还是内心感觉有点不安 爸妈不会被这个捡来的弟弟骗吧 看看在干什么 你还不去找你儿子吗 不看看这都几点了 他一个人在外面安全吗 看来妈妈心里还是有我的 我不去 要去你去 兔崽子长能耐了 敢跟我顶嘴 他到底是你亲生的吗 是不是亲生的 你还不知道吗 那你在家待着吧 我去找我儿子 歪 怎么打雷了 我最怕打雷了 还是听我的回来睡觉吧 他小子没吃过苦 一下雨自己就跑回家了 好像说的也是 那睡觉吧 我去 这就不管我了 你们知道我要回去 那我还偏不回去了 感冒冻死我 让你们心疼 哎呀 我肚子疼肯定是今晚的大补汤喝多了 就上个洗手间 差点睡着 妈妈 别让他看到我了 就算他叫我 我也会跟他回去的 我就在这不动 哎 儿子 你干嘛呢 妈妈 我看你一个人出来了 我来保护你 哎呀 我只是出来上个洗手间 我担心你呀 你可真懂事 比我亲儿子小安还贴心 那妈妈 以后 我就是您亲儿子 我在妈妈眼里 有这么不堪入目吗 哎 居然还没有一个 见来两天半的小乞丐 重要 不对 这不对劲 刚刚弟弟明明拿着武器 难道是想对妈妈做不轨之事 现在去对妈妈说 妈妈肯定不信 弟弟出去干嘛 看来我得找一个实质证据才行 去找我的好朋友阿坤 让他测试一下弟弟 这样就有目击证人了 省得到时候妈妈说我诬陷弟弟 阿坤 阿坤 哎 对面商店老板怎么在你家 我是来跟阿坤双排的 小安 你怎么神这副鸟样了 哥哥乞丐一样 我这样给你说吧 原来你是想让我帮你测试一下你的弟弟 被他看到了 咱们快追 刚刚他自己出来了 不用咱们引诱出来了 今天我非得把弟弟的真实面目给暴露出来 让爸妈重新开始对我好 他跑回家了 小坤呢 说好跟我测试呢 又不见了 看到他了 快跟上去 快说 你接近我家是不是图谋不轨 不是啊 哥哥 我只是个小乞丐 那你为什么拿着武器对妈妈 我那是为了保护妈妈 我不想这来之不易的亲情失去 骗子 你肯定不是好人 哥哥 这是你朋友吗 小坤 这应该是我想多了 那咱们就放他一马 记得以后对我的好兄弟小安客气一点 这是他的家 你只是个臭乞丐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就这样吧 小坤 今天多亏有你 不然我还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 哎 怎么没有跟过来 过去看看 弟弟 我朋友人呢 他不是跟你一块出去了吗 不会吧 我都没见到他的人 反正我没见 你别找我 他应该自己回家了 算了不管了 我要上学去了 好久都没来学校了 都怪我的弟弟 现在爸妈也不送我上学 老师我来上课了 好的请坐 小安 你怎么回事啊 我咋了 听说你爸妈又收养一个儿子 不要你了 胡说 我们的关系可好了 你听谁说的 你的好弟弟亲口说的 他都没上学 你怎么认识他 他马上就来了 老师我带我儿子来报道 妈妈和弟弟 好的 学费什么的都交齐了吧 交齐了交齐了 儿子你以后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不要跟其他同学打架 和睦相处 我知道了 妈妈 我一定好好学习 哥哥 你怎么也在这 废话 我也是这里的学生 我不在这在哪 那我坐这边了 我身上有点臭 还是离你们远点 妈妈 你怎么带弟弟来学校了 肯定要让他学习知识啊 难道要当一辈子乞丐 说的好像也是 以后弟弟就交给我照顾吧 同学们打开课本 二点五页 准备上课了 雷腿 我想去尿尿 你能跟我一起去吗 原来不是跟我说话 他们两个还乖好嘞 就连上厕所都要一起去 哎 小红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 是什么时候我的爸妈 朋友都距离我越来越远呢 你哥哥知道吧 知道啊 怎么了 他就是个二傻子 为啥这样说 他的钱都被我花光了 好你个小红 居然是假跟我玩的 有人来了 别让他看到我了 这个应该是小红的家长 这个时候他来学校干什么 卧槽 弟弟 他竟然 这也太恐怖了 他们不是好朋友吗 难道弟弟也是跟小红假玩的 他把小红从下水道丢出来了 我要报警 弟弟就是个恶魔 我要接好这个地方 一会让警察叔叔过来看 哥哥 你在这干什么 你刚刚的做的我都看到了 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你确定 你这证据不值一提 别人会知道这是什么肉吗 说的好像也是 可我也不能让你这个恶魔过得这么轻松 我一定要在爸妈面前接受你的嘴恶 对妈 老师 我家孩子没回来吃饭 不知道啊 同学们 你们谁见小红了吗 没人说话 应该是没人见到 我不管 我的孩子在这丢了 你们要付出责任 我知道小红去哪了 谁 孩子快说 小红去哪了 就是被你身后这个恶魔杀害了 巴巴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哥哥 他还在狡辩 叔叔我建议你报警 因为我亲眼看到他的动手时机和武器 为什么 我孩子做错了什么 快说 我的孩子怎么惹你了 我没有 他是瞎说的 他的武器就在裤兜里 你在干什么 帮着外人欺负你弟弟 这就是你口中的好好照顾 不是 妈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都看在眼里 还说不是 还有你这个老东西 没有证据就被欺负我儿子 乖儿子 告诉妈妈是你做的吗 不是我 妈妈 我可委屈了 他们都冤枉我 那今天谁也欺负不了你 我说的 妈妈居然把弟弟一个人接走了 害得我只能跑路回家 还下这么大雨 妈妈 你为什么不带哥哥一起回来呀 他老是欺负你 给他点教训 妈妈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是我 当高弟弟是不是拿出了一把刀 卧槽 他不会也想对妈妈图谋不轨吧 对面加油站有两个助手警察叔叔 我要请他们帮忙 你干什么呀 儿子 快下来 妈妈 你对我这么好 我都不忍心下手了 你在说什么 快下来 实话告诉你妈妈 其实妹妹还有同学小红 都是我干掉的 你知道他们恐惧的眼神 我有多么开心吗 不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从小就无父无母 我嫉妒 我看他们活得这么开心 我嫉妒啊 可你的妹妹她是无辜的啊 这重要吗 我要报复全世界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们都去世吧 这全世界剩我一个人最好了 快走快走 可千万不能让妈妈受到危险 警察叔叔 你们能帮帮我吗 我家里来了一个杀人凶手 什么 还有这事 快带我们去 就在这条马路的对面 咱们跑快一点 不能让凶手得逞了 走后门 主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 就是这了 咱们快进去 准备战斗 哎 咋没人 你小子不会报夹警吧 怎么可能我还没有这个胆量 那怎么没人 我知道了 跟我去凶手的房间 房间 他其实是我的弟弟 但是我真的看到他拿着凶器对向我的妈妈 原来是家庭纠纷啊 臭乞丐 别睡了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警察叔叔就是他 怎么了 哥哥 为什么打扰我睡觉 你是不是绑架了你的妈妈 没有啊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妈妈对我最好了 我怎么会这样 停停停 妈妈只是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我如果要是绑架了妈妈 我现在就被天打五雷轰 说的好像也是 就在这个位置 那妈妈怎么没给我说 你都没回来 她给谁说 行了行了 我们走了 剩下的事你们自己解决吧 别啊 警察叔叔 我做包子给你吃 还有烤串 都怪我哥哥抱夹警 你们辛苦了 我做点包子 犒劳犒劳你们 哎呀 那怎么好意思 小子跟你弟弟学学 看他多懂事 我真的一点都不如弟弟妈妈 给你们包子 吃 吃都吃哈 都不要客气 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哇 闻着好香 可我怎么感觉 闻着有古怪怪的味道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哈 嗯 真不错 还有没有 有 一会回去给家人也带一点 哈哈 以后有事记得找我们哈 好的 明天 哎 哥哥你耗子 你耗子未知吧 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把你关在这房子里 你凭什么管我 就因为你老是让爸妈为你担心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先关你个两天半 锅里有吃的 不要啊 不要啊 我可不要一直在房间里 你现在没得选 妈妈说了他走了 你要听我的 可恶 明明我才是哥哥啊歪 是爸爸回来了 太好了 终于不用在这小黑屋待着了 爸爸 快给我开门 怎么回事 你怎么被关在这里面 弟弟嫌我碍事 老是嫌麻烦 就把我关起来了 老爸 你说弟弟是不是非常过分 嗯 我觉得你弟弟说的没错 我觉得也是 啊 不是 老爸 你也觉得我烦人啊 你做的真不错 弟弟管教哥哥 都是爸妈教育的好 终于重见天日了 老安 这就是你捡的臭乞丐儿子 身上一股胃 闻得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了 喂 喂 怎么说话呢 再怎么脏 也是我儿子 不用你俩只手画脚 我不就跟你开个玩笑啊 你当真了 不会说话就别狗叫 老爸 这两位是你的同事啊 没错 你妈妈去哪了 弟弟说 昨晚妈妈就去加班了 那谁来做饭啊 今天 当然是我 最亲爱的弟弟了 我做的很一般 咱们这么多人 让这两位叔叔 跟我去买菜吧 那咱们两个 有享受享受 让你弟弟 为咱们服务一次 明天 爸 我告诉你个秘密 是不是又是关于你弟弟的 你咋知道 你除了整天诬陷他 还会干什么 小安 一开始 我是对你给予厚望的 没想到你的表现 越来越差 我是不想要考虑 换一个接班人 不要啊 老爸 我不想去打工 当穷小子 那你以后 要向你弟弟学习 他以前流浪这么久 早就有了生活技能 而你一天三顿 混吃等死 真是废了 你个臭乞干 离我们远点 你们打我干什么 打你 你哪只眼看到我们打你了 臭乞干 你配跟我们在一起走路吗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两个老杂毛 敢欺负我 你们怕是不知道趋势是什么滋味吧 又有新鲜的肉了 回家做饭 不用钱就买到了午餐 真不错 爸爸知道肯定会夸奖我的 谁 你这个小妹妹打我干什么 你刚刚的一举一动 我都看在眼里哦 那你看到什么了 你亲手结束了两块午餐哦 午餐 难不成你也是肉食主义爱好者 没错 老爸 我回来了 我还给哥哥带来了个惊喜 什么惊喜 哥哥 你要老婆不要 这 难道 啊 没错 我简单 懂事的弟弟已经会自己找嫂子了 啊 弟弟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好 他跟我一样都是肉食主义爱好者 挺合的来 那还不错呢 你好 我叫小安 你叫什么 我是苏珊 以后请多多关照 你没有父母了吗 婚姻大事自己做主 在两年半前 因为粮食缺乏 我的父母为了让我活下去 无私奉献了自己的身体 停 我懂了你的爸妈肯定为了食物给别人干活 然后累得没有了 是吧 放心 在我家以后绝对不可能让你恶着 真的吗 太好了 你确定这是一个妹子能发出来声音 我怀疑她是男的 你们被关在里面了吗 对对对 能救救我吗 我跟我老婆被拐卖到了这里 他们要逼迫我们分开 你能救救我们吗 为了能出去我也是费尽心机了 那需要我帮你们逃走吗 我是爱心人士 不用 直接帮我们打开门就行了 对了 你身上有没有防身的武器 有啊 我有一把小木剑 你等我一下 我去偷点钱 到时候你的小木剑可以卖我吗 先走不等他答应 弟弟在睡觉 那我刚好去二楼把我的私房钱拿出来 妈妈朋友妹妹都消失了 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遇害 如果还活着为什么不回家呢 哎 今天我就要证明一下我自己 爸爸妈妈不都觉得我不如弟弟吗 好心人 给你钱 给你 你可千万不要拿着他干坏手 放心吧 不会的 我跟老婆逃离这里 这只是防身的 那就好 我走了拜拜 这个女人一定是弟弟派来监视我的 那我就偏不让你得逞 干嘛呀 我睡得好好的 你被我绑架了 跟我走 大晚上的 你没发烧吧 还有我是你老婆 你绑架我干嘛 你一定是我那个弟弟派来监视我的 我早都猜出来了 Dumaro 快走 快走 老板你要女人不要 什么 这个女人卖给你当老婆 哇 没想到我二狗子也有老婆的一天 快跟我进去 不然的话就嘎了你 我走还不行吗 不要杀我 劝你识相一点 就先关在里面吧 别让他跑了 不会的老板 这你的无父无母 买到就是赚到 只要不被人看到 你想怎么样都行 那这就当你的报酬了 这么多 用不了啊 没事这都你赢得的 还你点 好了我走了 你人还怪好嘞 这下就有钱买肉了 我看爸妈还说不说我没用 老板 给我来十万块的猪肉 大客户啊 马上好 给你 太好了 我挣的第一笔钱买了这么多肉 足够一家人吃好长时间了 我现在先回家等爸爸妈妈下班回来 爸 弟 给你们猪肉 我挣的钱买的 厉害吧 你能挣什么钱 我捡垃圾挣的啊 你越来越想一个小乞丐了 还有这肉 闻着太腥了 我闻着都不能下嘴 我快吐了 还有没有 你做的包子 还是你弟弟做的包子好吃 有啊老爸 那可是上等的新鲜肉做的 这做法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想学 很遗憾 我不能教给你 哥哥 因为这是家父族上传下来的 你不是我弟弟吗 对了 不好意思 我忘了你失捡来得了 你昨天挣的钱呢 在我兜里 怎么了老爸 全都给我 这么多 我就不问你来历了 反正肯定又是偷鸡摸狗换来的 就你这个熊样子 我看以后谁跟你 你弟弟 给你的老婆也跑了吧 老爸 我 你别说话 这钱就先让你弟弟保管 你弟弟请柬吃家 离你这个废物好多了 这都是哥哥挣的 给我不太好吧 没事 我相信你不会乱花的 我要出门一个月 以后你听弟弟的话 听到了吗 不是 我一个当哥哥的听弟弟的 你不服也没用 反正钱都在你弟弟这 走 送我去机场 哎 哥哥 你好自为之吧 你哥哥不听话 以后你要好好教育他 知道吗 放心吧 老爸 你就一路走好吧 别动 别动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 我没有 你们看错了 你当我们是傻子啊 快把你的姓名家庭住址说出来 我叫小丑 家庭住址太美式114514号 竟然这就承认了 你家里还有亲人吗 快说不然枪毙了你 我家里还有个傻波尔弟弟 患有精神病 胡言乱语 而刚刚的是我爸爸 他不要我们两个了 想去当上门女婿 去享受荣华富贵 这就是你杀害你父亲的动机 没错 那咱们去你家里调查一下吧 哥哥 快起床 你们是谁啊 干什么的 这位是你的弟弟吗 肯定又干了坏事 我得跟他撇清关系 不是 我不认识他 长这么丑 一定是个臭乞丐 对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把这个臭乞丐抓到我家干什么 我们是小组织 专门消灭非法分子的 亲眼看到你面前的这个臭乞丐杀害了一位老人 老人 是不是穿蓝色裤子 黑色短袖 你怎么知道 爸爸 你这个畜生竟然对爸爸下狠手 各位叔叔 我说实话了 这个人是我爸爸收养的义子 平时对他不薄 现在他竟然 我怀疑 我的妹妹爸爸和朋友的失踪 都跟他脱离不了关系 他就是个恶魔 好了 别说了 把他俩一块带走 他不才是凶手吗 为什么还要过来啊 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 只好把你们两个全关在这了 啊 我是好人啊 谁管你好人不好人 快进去 别打我 我进去就是了 你还说你是好人 昨天贩卖人口 对面商店老板已经全部招了 你嘛 这老板竟然出卖我 你在狗叫什么 在巴巴赏你一颗花生米 这都是我弟弟干的 他不知道在那偷的女孩 你现在知道我是你弟弟了 你们俩给我老实一点 我去查下档案 老三你就看好他们两个 谁敢反抗和偷袭 你就避了谁 不要 我老实待着还不行吗 劝你一直是这样 不然子弹可不长眼 老三 你就在这看好他俩 谁如果敢反抗的话 那就一人赏一颗花生米 知道了 老大你就放心吧 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反抗的 不过 我这个弟弟就说不定了 我建议直接把他嘎掉 别巴巴了 这爸爸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我走了 你看好他俩 对 我问你个事呗 老弟 啥事啊 大哥 你是怎么做到又蠢又傻又无知的 我怎么了 你这个弟弟可是做了许多事情 卧槽 啥事啊 你说完啊 对面商店老板就把人家嘎掉了 哎 还有我呢 放我也出去啊 你出去拖后腿吗 刚刚那伙人就是杀害爸爸的凶手 我要找他们去报仇 带上我啊 把我关在这里算什么事 不对 一开始不是说凶手是弟弟吗 怎么变成这伙人了 他们其中肯定有个是大骗子 不过这算什么事啊 跟我来 别被发现了 他在打电话 咱们快跑 真的要这么做吗 老大 可是我刚把他抓起来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一定取得他的信任 你们就放心吧 怎么就你一个人了 我弟弟被对面老板二狗子就走了 把我一个人丢在这 还下这么大雨 那他们两个真不是人 我家老三也是不是遇害了 对 被二狗子从后面一下劈成两半了 你走吧 真的 你们调查出来这是跟我没关系了吧 回家了哈哈 可恶的弟弟居然自己一个人跑了 一点也不关心我这个哥哥 肚子好饿啊 我得回去教训他一下 顺便问问爸爸到底怎么样了 还有他这个小组织老三 最后说的话是啥意思 先看看弟弟在不在家 对面二狗子也是个坏蛋 他迟早都会遭报应的 出来混竟然出卖朋友 弟弟不在家 他能去哪里了 我好饿啊 饿得昆巴都索小了 你在家啊 队长不是已经没我的事了吗 我是来给你送东西的 刚刚做的事抱歉 我们抓错冤枉了你 还有你要小心一点 你弟弟逃走以后竟然控制了一大帮小混混 现在已经开始烧杀抢掠了 再怎么抢也不会抢到自己家里吧 他都把你爸 妈 妹嘎了 那刚刚你的老三就是给我说这句话 应该是的吧 所以你估计也不安全 那你们要救救我啊 队长 我可是个良民 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 我手里这把枪你就先拿着防身 到时候万一你弟弟回来了 你也能恐吓一下他 哇 谢谢你 我就先走了 你小心一点 他为什么要给我一把枪 这不仅仅是恐吓弟弟这么简单吧 那还有什么用意呢 算了我先埋伏弟弟一手 万一真的带人过来 我可不是对手 队长为什么要给我这把枪呢 用来防身 现在不是法治社会吗 诶 是谁 我亲爱的哥哥 我又回来了 你还有脸回来 你自己一个人跑了 还有你带这么多人干嘛 想抢劫 冰狗 你终于猜对了一次 把队长给你的枪交出来 不要妄想开枪 如果我没猜错 你就剩三发子弹 你怎么知道 当然是我二狗子的功劳 你妹 原来你也是个坏人 给你就给你 千万不要嘎掉我 这才对 大哥 你这好哥哥有没有吃的 你们真不是人 拿我的枪也就算了 就连我的吃的也要强 我们是什么 强盗 你见过强盗是好人的吗 哈哈 还敢私藏 全部拿出来 兄弟们 咱们走 回家潇洒去了 他们都走了 我该怎么办啊 有辆车 有了 你们不仁别怪我不义 是时候拿出我的家传宝物了 幸亏老爸没有传给我那个恶魔弟弟 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 就是这个面具 戴上我就能变身小丑 然后的话我就去为非作歹 然后嫁祸给弟弟 就驾驶这辆车把坏蛋二狗子撞了 我这乞丐弟弟 不他不是我弟弟了 我要替天行道 除了他们恶魔一群人 前面是二狗子 加速 成功了 哈哈解决掉一个了 快换上衣服 应该没人发现 这下我安全了 不过这可不是我的作风 老弟啊 二狗子呢 不搭理我 睡着了 怎么了大哥 你不是出去了吗 大哥 你啥时候回来 我出去半点是 哎 怎么两个大哥 我是真的 他是假的 你还给我装 我就知道是你 我还是赶紧跑 如果被他们逮到肯定没好果子吃 先走到这办公室里 有人来了 队长 他怎么来这里了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小丑 收手吧 你是绝对不会是我们的对手的 如果你愿意改造 我一定为你争取最小力度惩罚 惩罚 呵呵 你们的话能信吗 两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 可是怎么对我的 以后别找我了 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小美 我来了 以后没人打扰咱们在一起了 我已经记不清 这是多久个日夜了 我好想你 还记得咱们一起在孤儿院的日子 没想到远就二十年了 你知道这二十年我怎么过的吗 为了达到目的 我不择手段 天天被人打被人骂 这一切都是为了 爱 人死不能复生 贡品给你 我要走了 我以后不会来这了 我要过自己的生活了 我以后会给你 我以后会给你 谢谢观看